我們本來就不會整碗爬去 當然如果跟國民黨合作 當然國民黨還是主力 但是我發現國民黨是這樣 他好像不是要贏得選舉 他只是要贏過柯文哲 這絕對是一個團隊的一個整隊的一個過程 絕對不會像大家講的 他變成一個淘汰賽 國民黨更不會說只想贏過柯文哲 我最近有遇到朱立倫 他也在拿一些資料給我讀 在討論 因為畢竟聯合政府在台灣 從來沒有真正實施過 所以要組織聯合政府 我們有去參考德國 以德國為範本 他看過法國分担這些 第一個在選舉前要有一個 叫選舉協調委員會 就是說如果要政黨合作的話 特別是議會的議員提名 總統提名 這怎麼合作 選後要再成立一個政黨的協商委員會 就是說關於政府的職務要怎麼分配 這還是一個協商的過程 再來就是一個叫政黨爭議委員會 一旦執政以後 沒不了會有什麼政策不一致 人事的傾壓 會遇到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協調的機制 政黨跟政黨要合作 的確是要有一個制度 這個老實講 以前也從來沒有做過 所以現在在開始實現 開始在研究 當然時間很緊迫 不過我想在幾天 應該下個禮拜 我們就陸陸續續會 針對這些題目開始提出 我跟柯主席長期都是保持溝通聯繫 上個月我們談的主題比較是重點在於 立委各個選區的協調工作 這個禮拜見面主要就是針對於有關選前如何來成為一個 我們叫政黨聯盟 然後或者是選舉聯盟 然後選後共同能夠變成一個執政聯盟 這是很多很多民主國家 大家都採行的 那當然也有觸及到說 最後決定總統副總統人選 我一再都強調 絕對不是個淘汰賽 而是個一加一必須要大於二 至少要等於二的一個整隊的過程 而在這個整隊的過程 絕對不要預設立場 不要製造對立 更不要有任何的情緒 那我相信我們會秉持這樣子堆疊善意的方式 逐漸的把所有的問題一一的化解 那所有準備工作 因為時間很趕 我們所有的準備工作 我在禮拜三中常會就講 不管是民調方案 或者是民主初選方案 或者是其他的可能的這些折衷方案 我們都已經在做準備了 我也希望侯市長跟柯市長兩位老朋友 最近可以坐下來再談一談 那我也一定會參與 形成一個團隊的這樣子的一個作戰方式 它是一個政治的結盟 更是為了讓台灣下一代能夠更安全 日子能夠過得更平安更好 就是政黨輪體我們的初衷最重要的目標能夠完成 政治上本來我們也非常清楚 我們本來就不會整碗旁邊 當然 如果跟國民黨合作 當然國民黨還是主力 人還是比我們多 這我們也知道 那你說跟朱跟侯見面 這都有啦 其實都見過面了 只是說見面要談什麼 我還是再重申一下 以我的想法 本來政黨就有它的自主性 所以理論上本來選舉就是各自努力 可是因為今天台灣有65%的民意希望政黨輪體 所以為了回應這個民意 我們也說好吧 既然有這麼大的一個民意希望政黨輪體 那我們是可以政黨合作 來達到這政黨輪體的目的 那如果為了達到這個目的 那我的戰略思考就很清楚 是為了要能贏得選舉才要合作 那如果合作也不能贏得選舉 合作幹什麼 那回到我們原來各自努力的那條路上去就好了 但是我發現國民黨是這樣 他好像不是要贏得選舉 他只是要贏過柯文哲 可是你贏過柯文哲沒有用 你選舉在大選的時候還是不會贏 所以畢竟要想辦法怎麼找出一個 盛選紀律最高的組合 這絕對是一個團隊的一個整 整隊的一個過程 絕對不會像大家講的 它變成一個淘汰賽 國民黨更不會說 只想贏過柯文哲 我是希望我們的這樣的一個團隊 能夠讓台灣政黨輪替 能夠真正的贏過賴清德 讓台灣的日子能夠過得更好 兩岸能夠更和平 大家日子能夠更平安 這是主要的目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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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